龙哥里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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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哥江湖行 笑面追藏生 啊 回音回心 说学长 到您一笑 有真情 龙哥里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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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授 纳先生 请用茶 这是控茶 君山银针 请 周先生 我可不是来喝茶的 自打那铁杆庄就倒了 我天天喝白开水呢 我可是把您当做公爵王孙 皇亲贵州来对待啊 我可是把自己当成了下酒流 作义的 我是来求您的 齐已经降下来了 可齐杆还没倒啊 何必妄自飞薄呢 这才是淡薄功力 看破富贵的高雅之势嘛 我想纳先生的这点请求 周先生一定会帮忙的 啊 买那个兄弟 哪头的元帅他不是人 那头的大元帅是个人 他还有个小名叫哥龙 等会儿 你说得是不错 是让团座有点难受了 可你还得把团座设乐了啊 那才算你有本事呢 士兵弟兄听到命令 哗底下像退朝一样撒了鸭子 这就得抓呀 哥龙命令 跑了一百就得抓回一千 可抓不能叫抓 这得想法叫人舒舒服服 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唱着歌的回军营 这可就难了 这就有不少的弟兄 投靠到团长这儿来了 团长就给出主意了 说如此 如此 如此 其实这个点子 也是为了瓦解敌军的军心 以谋取巧 以智取胜 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敌营之外 就简短节说吧 格鲁元帅听说抓回三千人 报告说都锁在一间大屋子里 挺高兴 格鲁元帅喝了酒问 怎么才能叫我 知道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呢 那边的团长就说了 这些人都是庄家汉 没文化 唱歌嘛 一时半会儿还学不会 干脆呀 就叫他们笑 您就听着笑声有多大 就知道心气有多高了 哥鲁元帅说好吧 我就在这儿听着 被抓的兵啊笑不起来呀 不过咱团长不是早出过方吗 不大一会儿 那笑声就像打雷似的高山流豆子 不过咱团长的高山流豆子 不过咱团长是让他们相互挠脚心 这谁受得了啊 那个冤水维莎叫格鲁呢 在这笑声中 团长您就带人打进去了 敌军的兄弟纷纷搅借 升纯了格鲁 团长就问 你为妈叫格鲁啊 格鲁一听 哇哇大叫 说着日本话 团长也懵了 就把我洗河上给叫来 我一听啊 说他说的是日本话 这小子是装中国人的日本鬼子 故意挑起中国内战 他说他妈在三不拐找了个先生 给他算了个命 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说这个名字长寿 说是寿星老脚丫底下长了个大街子 叫格鲁 不对 不对 那格鲁是日本人 怎么会到中国军队当元帅 嗯 对 对对对 齐海上啊 你这个短子没所缘呢 团长大人 这里头可有爱嘴的地方了 说 本团座给你做主 团长给你做主 说 他正是梅爷的二哥 梅毒 你想找死 假的是啊嘛 梅爷的二哥格鲁 也就是梅毒 打了败仗 回家享福 离家十年了 抢的 夺的 喝冰雪喝的 光银元就装了一火车呀 刚进家门 他媳妇就叫两个孩子管他叫爸爸 梅毒抡起巴掌 啪的给了媳妇一个大嘴巴子 我问你 我出门几年了 媳妇说 十年呢 梅毒问 这俩孩子多大 媳妇说 大的八岁 小的四岁 梅毒又问 这俩孩子打哪儿来啊 媳妇一直没清 你问他 我废了你 你能听他什么事啊 梅毒掏出手枪 逼着梅爷就问 你说 你不说实话 我就逼了你 梅爷说 二哥 你今年都五十二了 跟嫂子一分手就是十年了 这十年你发了大财 可一回家 你就该伤心了 你连一儿半女都没有啊 这叫才奇人不奇啊 就算我嫂子 今天晚上就怀孕 转过年来 给你生了胖小子 喇叭到十八岁 你也都七十一了 人生七十古来戏啊 弄不好 连孙子抱不上 你就西方解隐了 这怎么办呢 为了你 我的亲哥哥 我从我自己的亲身骨肉中 挑出一个小子 一个姑娘 过去给你 你们老两口 为的是让你们儿女双全 想想天伦之乐 可万万没想到 我这一片好心 倒成了驴肝飞了 没劲 没毒 联盟把手枪收起来 一个字得道歉 兄弟 哥冤枉你了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再向肚里能撑船 看在你嫂子的面子上 就原谅哥哥吧 没也一听 就把胸肚填起来了 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这俩孩子可全是我的 不过全是我嫂子 那媳妇生的 和尚喜已经把窦心园保出来了 可她自己却留那儿了 怎么回事 据说是她自愿的 和尚喜已经摁了手印了 那还会什么 你们哪 就会鸡肾拢队 相三臭刺的窝尔礼凡 今天吧你抛她 明天吧她又抛你 你们哪 都是耗子姓兔子胆 我说 在你们嘴里 那还有好人吗 和尚喜被迫当兵 就是你们逼出来的 师哥 师哥 你这话不对 那和尚喜 他心气高 他愿意吃粮当兵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他就是为你们大家伙不被抓 他才按的手印 师哥 你这 师弟 你也别当那吊山剑的老虎 伤人太重了 一口一个你们哪 你们哪 我不爱听 师哥呀 您是掌门人 您应该清楚 这些人的毛病 那您有什么毛病 我呀 此事不倒硬撑着呀 其实啊 我拿兽文早就该死了 爹 他们对我就要开拔了 师大爷 师父 各位师叔 师兄弟 各位师贤侄儿们 嗨 我和尚喜 又不是出红差上刑场 干嘛都闷着 干咱们这行的 什么时候当个梦葫芦 师弟 我对不起你 你说 你怎么对不起和尚喜了 你大叔说话呀 不说了不说了啊 谁再提这事啊 谁可就是大教驴啊 我这当师父的 就听你一句话 不说了 谁都会良心自己啊 颠领去吧 师父 我也有错啊 喜子 按理说 咱就不该拖上个说玩意儿了 你啊 你牵着走 师父我后脚去 我想啊 到南边去溜溜 这时局啊 越来越坏了 中日这场战争啊 我看哪 早晚得有个结果啊 是啊 国家落后 就该挨打呀 这大清国 他不就是个例子嘛 咱也管不了了 不顾这仗一旦打败 这人跟鬼可就分出来了 喜子 咱可得当人哪 师父 您放心吧 这果尽管不值得爱 可咱毕竟还是他的孩子 谁让咱胎上这么个狗屎爹 还不能不管 喜子 我这当师父的 也没有什么宋语的 师父 这扇罪你拿着吧 极限啊 这炮火连天的 也许有用吧 到时候 师父就不送你了 师父 你上哪儿啊 喜子 师父 师父是截然一身啊 哪儿天涯海角去不得呀 喜子 如果咱们师徒还有缘分的话 那就 后会有期 你 师父 师父 喜子 你大师姐会说 对你可是实心实意啊 你 你千万不能亏待了他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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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叔啊 看和尚喜去啊 我想了大半天了 你和兴儿的婚事 就回头再说吧 兴儿这孩子 也不回来 他心里别扭 喝了点酒 捅了个大娄子 追根究底啊 还是打你身上起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 我困了 盖席凳了 席和尚 睡觉睡觉 咱们这些座椅的都是野猫子 平时啊 这会儿闹得正欢声 我得慢慢顺顺 今天走到军粮城 明天到了宁河 再有四五天呢 也就该出关了 派长大人 到那时候啊 我就该顺过来喽 睡了 睡觉吧 哎呀 哎 嗯 嗯 金老板 还记得喜和尚吗 小错误 别总吓唬我 我才过几天清静日子 给 这个呀 可比大头值钱 和尚习怎么了 当兵 对我明儿一早就走 他要是当兵啊 我就当将军了 去去去 如果你对他有证情 那就得送他去 你说的是真的 反正信我带到了 信不信有你啊 令方 周先生 我都知道了 你去吧 坐我的车去 周先生 等我回来 我跟和尚洗的事 我都告诉你 好 洗和尚 你跟我说点臭活行吗 我听听 你还小呢 听这个不行 我还没娶媳妇呢 我过瘾了 去去去去 睡点 跟我说 说点 来 来 走 和尚习 你要是睡不着啊 就出来 说一顿 我说 对 我吃饭 去去去 和尚习 说一个 说一顿吧 来 快 来 来 来 我让你要手段子 快快 手段子 来 来 来 快 哎 怎么不走了 哎呀大姐 我实在跑不动了 哎呀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哎呀 您要我的命吧 这金粮城还是太远了 还远着呢 走 哎大姐 您慢着 哎 您要是真出了事 是我缺德 您 您上来吧 我拉您走 快起来吧 快起来 别找挨打 这俩干什么你 晚上就要挨打了 昨天晚上 你的耳朵痛开了 这镇子 还我美美了 哎呀 哎呀 快起 你别动着我 拍上来 拍上来啊 拿尿筒子 泡他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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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想的 真不是时候 哎呀 我正娶媳妇呢 刚入到洞房 哼 就想了 再等一会 不就齐了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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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散影五连妇 管得我这偷上来啦 哎呀 他是想啊 拿这个堵住我的嘴 他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啊 不让我说出来 是不是 哎 怎么哎 怎么回事 不说你也打 那干脆 我还是说了吧 哎哎哎 这张连妇啊 是三不官有名的混混星子 那么说了 啥叫星子 这俗话说啊 有尿星子 有多么星子 他就是啊 尿星子 你醒了 蹦你 你散了吧 叫谁啊 这里没有老百姓 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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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喜可是团长的性感宝贝 摸练一犯就调回团部 你俩谁大谁小还说不定哪 谁在那儿嚷嚷呢 你 你 走 听见少侠了吗 躲在这儿里边弄呢 报个团屏 报个个屁 张世达呀 张世达到 您不在三婴之亲 跑到这儿来敢杀呀 张世达到 走 立正 想坐 转 整婴房 跑步走 报告团长 千万爬不动了 笨蛋 回你的三婴去 张世达 你们都试着远包了 有花 小子 你比我长得还高了 我喜和尚怎么能比您高呢 你看我这样不就一样高了吗 那我就 你看我这样 您是不是比我高了 是不是 对了师傅 您上车 我拉您 我是大脚 您甭折我的瘦了 来您上车 我拉您跑一段吧 那也行 还是这汽车比咱快呀 快点快点 再快点 快点看 一先一 끼就是兵 喝上去 到 你媳妇看你來了 要我說有這麼漂亮 這麼洋氣的媳婦 你喘啥二十半呢 我媳婦 上喜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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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灵芳 谢谢你到这来看我 我 你为什么要当兵 你说 你说呀 我 你 你 金灵芳 你还好吗 何尚喜 你 你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戏子 我 是不是嫌弃我的身子糟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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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的 只有你 你 不是 都给我立正 我养了一把蜜活 怎么着 把和尚喜给我丢来 给大家来一顿 让大家醒醒顿 团长 和尚喜的媳妇来了 那真是又漂亮又逢早 那真是万里条 瞧你这点赤气 别把下巴掉地下来 我看能这胞尿 让别到丰田去吧 二十分之后出发 是 明芳 以后 我只能认你做妹子了 因为 我已经订婚了 是谁 能告诉我吗 是我大师姐 你骗我 我相信 你喜欢我 我知道的 我这就去找周先生 让他把你弄出去 你跟我回去 就是回去 咱也各自各地路 你跟着我 是 你 宝贝 许子哥 林峰 停 慢点 大兄弟 我给您打听个人 打听谁 他叫喜和尚 也叫和尚喜 是天津的 说相声的 你是他老婆 我是他大师姐 还行 你睡觉的时候 我比了一下 挺合适的 来 我来 走 师姐 谢谢你啊 你回去吧 师大爷送我的东西 我收下了 回去 你替我给他老人家 磕个头 就你那邋遢劲啊 我真不放心 我想 跟你随军去 你自己不好意思 我去找你们长官说 我也会说相声 男人会说的活 我都会 你说行吗 大师姐 我和尚喜 只有一个弟弟 没有姐姐 从今以后啊 您就是我的亲姐姐了 有句话 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知道不该说就别说 何尚喜 我虽然比你大两岁 可是 我还算配得上你 大姐 可您是我大师姐啊 大师姐怎么了 大师姐就不能当你媳妇了 你看我真是的 一张纸画个鼻子 我的脸好大 我这是自己 给自己找婆家 不过 我既然出来了 就没打算再回去 我要是回去了 这门里面外的唾沫星子 非抱淹死不可 好 姐 我 我是真心的 大师姐 可我 早就定亲了 是 是金灵芳 大姐 少年 你 你 福 我的 我 我 你 你 我 给你 你 我 你 喜子 记住姐姐的话 在相声门里的换行器 本来就够多的 别再染上冰痞子的毛病 饿了就吃饱 困了 困了就睡 晚上躺下的时候 就别再想别的了 强子 你放心 姐姐替你管着 姐姐会天天烧笑 保佑你 枪林待遇 平平安安的 保佑你没在没活 老师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大老爷们 哭慢了 小杰 臭坏了 您看这天也要下雨了 咱们还是找个小店休息吧 快走吧 快走吧 我这也干衣裳 换上吧 谢谢大姐了 谢谢大姐了 大姐 你也是天津人吗 金小姐 你不认识我了 你是和尚喜的大师姐 你也来送她呀 怎么 怎么 你能送她 我就不能送啊 你们俩定亲了 谁告诉你的 这你就别管了 我跟和尚喜 可是谁都知道的 大师姐 就是买东西 一定有个先来后到吧 其实 我跟她早就在一块儿了 我这肚子里 现在兴许有了她的孩子吗 我们俩在小树林 哭得像个泪人似 你少跟我胡论啊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乱七八糟的我不爱听 都是住店的 哪说哪的话 梅爷 最后我把车坏在菊梁城了 都说完了 都说完了 好 车坏在菊梁城了 对梅爷 好 这事你办得不错 谢谢梅爷 等有一天呢 你就是我的司机 可周先生那儿 我怕得罪不起 金陵方又不是周天成的妹子 再说人家是正人君子 不沾了 不沾这个 不像我没清 是小人 对吧 好 我亲自去 就地正法了金陵方 我那车还坏在菊梁城了 甭说了 我呀 还真做不惯那洋玩意儿 走吧 真倒霉 我在家没做好梦 出门碰这么个怨几天 还没睡着啊 我睡没睡着 爱你什么事儿 我想跟你聊聊 跟我有吗好聊的 我吃泡药 土榨子 看帮着你 按西方的说法 咱们俩是情敌 不过情敌有时候 也能成为好朋友的 但是得竞争 男人喜欢决斗 按天津卫的说法 你只是横插一杠的主 金陵方 我今儿是被天气困这儿了 和你住一个鸡毛小店 也算是缘分 你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勾 不叫勾搭 就算是认识的吧 和尚喜的 你怎么说 我都能承受 谁让我是 被人看不起的戏子呢 我倒没那个意思 啊 你要想吃东西 我这有现成呢 好啊 马蒂苏有吗 哪有瓜子也行啊 哼 我这有铁蚕豆 吃完光放屁 你吃吗 没有 没 您肉了点啊 喂个女戏子 您可不至于的 老子先灭了金陵方 就是灭了城陵方 那您可得罪了周天成啊 周天成他敢为金陵方拔创 他就是浑身上下之嘴 也说不清 居主啊 这个和尚齐跟秦坊可有婚约啊 臭药犯的 拿一个臭说玩意儿来压我 活你们了 看来呀 你们也是一状的姻缘 就跟白蛇传里的断桥借伞一样 感情也有一把遗伞掺和着啊 看来呀 你们唱戏的 比我们吃开口饭的 也强不到哪去 不仅不强更难过 别说上海北平天津这样的大码头 有城立发 梅青 城老爷子 就连着巴掌大的军粮城 怕是也容不下我这个戏子 小姐 小姐 谁呀 怕是来了一伙绑票的 别慌啊 我去开门 你稳稳神啊 乡亲来报信说来的叫梅青 天津味的混混头 来者不善啊 离这儿有四五里路 该怎么办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冲我来的 谁让你长那么尊的 大哥 我谢谢你了啊 不客气 不过我还得求你一件事 给我买这活鸡肉 越走越没人味了 连个鬼影也见不着了 妹爷 前面就快到了 别怕 怕也没用 怕呀 就赚不了这么多钱了 记着 到了梅时候 都是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行 我就喝出去了 快点 他们到了 咱们从后面走 默爷 你可能就这儿 冲街 什么事儿你小子 都不说话 老跟我斗干饭闷 着 你小子那意思我明白 你不就是要做成龙快婿吗 这回倒好 大小姐逼走了 逼得我们掌门人也笨了挂摊了 斗星元 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就说你吧 酒后无德 把人家和尚旗给卖了 你像话吗 就是 你还不如叫人打他一顿了 他要战场死了 你后悔一辈子 他死了你就能当成龙怪巨 还是 您也是 我 倒霉碰勾的 要不是您那天拽他喝酒去 能有这事吗 喝这事怨我了 多新鲜 要我说 您就会吹牛 对 我会吹牛 小子 瞧见了吗 这身西装正是法兰西的料子 你小子嘟嘟一辈子也不够买这西装礼子的 倒倒倒倒倒倒了 还提西装呢 我接你老底了啊 那 那是故意 从死人身上霸下来的 错了 来一套我不行啊 你甭来这 老来这套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啊 什么人啊 实爷回来了 来来来 实爷您给我 给我给我 刮上 您慢着点啊 算了 和尚齐走了 纳守闻也走了 我那小冤家也走了 咱们做义的命贱就像草子 落哪哪活 都行远 我这掌门人哪 不够格啊 回头我先拜了祖师爷 再罚你 家法无情 师父 各位老少爷爷 我认罪了 你看 说的是谱 听的是解 看的是笑皮 的是酸 喜乐哀愁 真正家家 开口欢断的是 做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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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句都长 心不疲 都是皮儿 也是那 一天一大百个草 这才是做人的作业 做人哪 做作业 Tent